大家好,我是Rag,在澳洲海鮮靠自己 今天這部影片是紀錄我在墨爾本抓餅目魚的實際情況 過來這邊你的頭燈一定要夠亮 在走路的時候才看得清楚 前面這個也是一個流溝 現在正要漲潮 原本這裡有水的地方都已經乾了 現在是用頭燈罩 就感覺水面可以看到底,但是就沒有那麼清楚 現在我打開這個水下燈 這個就是水下燈,直接放到水裡面 這個整個亮度完全就不一樣 所以來抓餅目魚呢,這水下燈是一定要的 關於抓餅目魚需要的裝備呢 在這篇文章裡面,我有詳細的做介紹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你可以參考這篇文章 今天水面呢,也會有一點漣漪 今天的風呢,還有20公里,就是大概10截 如果來抓這個餅目魚呢,最好的風呢,是在5截的時候 那顯示公里的話就是10公里每小時 這樣子水面的漣漪就會比較少 可以比較容易看得到螢幕魚 那現在我來的這個時候呢,水面的漣漪就很強 就水下的情況基本上是看不太清楚了 所以這樣子抓螢幕魚就會比較辛苦一些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話,那就建議 風一定要在5的時候過來 就是5截,那10公里 那關於查找天氣、潮汐還有風力的預報 在這篇文章裡面,我有詳細做介紹 這個APP該怎麼使用 發現第一條很小很小的螢幕魚 我們來看看 在前面這裡 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你有發現小的螢幕魚 那那個地方一定會有大的螢幕魚 這就是機率的問題,還有眼力的問題 因為有小肯定會有大嘛 那雖然我今天在這裡一個地方抓到大的 但下一次來,這個地方不一定那天大的就會靠岸 所以就不跟釣魚一樣,是有機率的 發現第一條搖魚 這個搖魚的捕捉限制呢,比較特別 如果你在木耳本任何的碼頭 Kear、Jetty 距離400米以內的範圍你抓到它 你都要放走它 它沒有最小尺寸的限制 這個魚你可以抓10公分也可以抓20公分 但是它有最大尺寸的限制 就是超過150公分的你不可以拿 那這個魚一個人可以抓一條 在今天這部影片呢,它會經常的出現 因為這個魚在木耳本真的是非常的多 然後發現第一條烘魚 看在前面這裡 烘魚的話,大家都知道它有一根毒刺 在毒刺的上面呢,是布滿很多小刺的 就像鋸齒狀一樣 所以你來抓餅木魚的時候 一定要穿涉水褲 避免你踩到它,然後它用尾巴甩你 所以來這邊這種防水的雨鞋 是一定要的 這個是最基礎的保護 會看到一條Blaid Hine 剛剛看到我的時候躲下去了 一下子的看到它兩顆眼睛 剛剛有沒有看到 手電筒碰到它的時候呢 它就直接彈開了 前面這裡看到第二隻雷漢 我們來看看它的眼睛 它在沙灘的時候是長這樣的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長條狀 然後跟沙灘其他地方的形狀 都會長得有點不一樣 這地方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前面有兩顆眼睛 在這個沙灘上其他都是橫條紋 只有它這一條樹條的 逆著長 那這個也不理它 尺寸不夠大 找了大概20分鐘吧 前面看到第一條Front 然後它的緊潔性很高 它一看到我靠近的時候 就往深水處跑 那到現在它還在游 所以當你看到Front的時候 你可以遠遠的跟著它 等它停下來的時候再去抓它 不然你燈越靠近 它就一直跑 不停下來 它在前面 剛剛這條比目魚啊 我跟了大概快5分鐘 它才停下來 我們來看看 它現在就停在前面這裡 它躲得很下去 這條尺寸不錯 就這樣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綠色水草的正前方 我把這個伸下去給你們看 躲長呢 是它的天性 當它躲好的時候 它覺得自己很安全 所以當你走得再靠近 它都不會動的 要確認比目魚是趴在你的網子上面的時候呢 要確認比目魚是趴在你的網子上面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網子才可以拿起來 如果它一直躲在沙子裡面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腳稍微踢它一下 當它飄起來的時候 再把網子拿起來 在摸本的比目魚其實是很多的 但是你很難用釣竿去釣到它們 跟其他地方有一些不一樣 想要抓它們 我有用這個方法 就是晚上拿著水下燈來找它 燈抓保養者是不是很簡單啊 晚上只要天氣好 過來的話 幫它散步 那基本上應該都是很容易抓到的 那我們現在在等我的朋友 我們現在要換去下一個地方 通常一個晚上呢 我們會走兩個地方 或是三個地方 那取決於電力 那這個電池的電力呢 消耗挺快的 如果全開這種最亮的 大概就半個小時 它的燈啊就會變弱了 所以大概就玩兩個地方 就差不多可以回家了 現在有朋友過來了 哇它從那個右邊那邊 做了兩隻大的 我們現在要換去下一個地方試試 好我們就上岸囉 好我們現在換到一個新的地方 就在旁邊而已 開過來大概就六分鐘 所以就是整片沿岸都是有機會的 然後就到處找 走沒幾步就是水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這裡怎麼樣囉 好我們剛下來 我們一擠住 第一個看到一隻小的 這就很可愛 可是仰起來就很好 很明顯 這兩顆眼睛露在外面 好啊這邊又看到一隻 我們才剛下岸而已 這顆就看到那麼多隻 鬧出兩顆眼睛也是很眼睛 不要沉在水裡啊 沒有在那這樣子下去 再滑 兩隻喔 這裡還有一隻喔 他剛才那隻撞出去的時候 就是要跑過來這裡 這裡很舒服喔 接下來就像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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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比目魚 不需要去太深 最多就到膝蓋的位置 就已經很深了 因為 因為 比目魚他們晚上呢 都是靠在岸邊 或者是小魚的 所以 這就要跑去太深的地方 那 也不需要關心展現場 只要關心這個 風就好 那邊又看到一隻 總共看到七隻了 接下來 這前面呢 看到一隻 合格的尺寸 大概就二十多公分 這比目魚差不多二十一還是二十二公分吧 我那時候的印象 回家我再查一查 這隻是合格的尺寸 二十多公分 我想她有十多公分 下半岸 還是有十多公分 那好吧 我看收入去 你自己能夠 快速到 你隨便 看到兩隻那個歪屏的偏向 我這個身上的咖啡色很明顯 這個瑤瑜呢其實蠻好吃的 就是處理起來麻煩一些 它跟鯊魚一樣都有一股阿摩尼亞的味道 所以抓到它必須得立刻放血 回到家再用熱水燙過它的表皮 它的表皮是有一層砂紙 所以你必須得用鋼絲球把那個砂紙刷掉 吃起來比鯊魚肉軟 然後膠質比鯊魚還要多 因為它冷軟骨的地方 比鯊魚更多 其實徒手都可以把他們抓起來 抓尾巴的地方 因為晚上用燈照他們 他們其實都不太動的 另外一隻大的大蝴蝶 其實這裡看到一個影子 不知道是什麼 我來看看 這隻河豚啊 這個魚在台灣我們叫它氣菇 它其實是沒有毒的 它的肉非常的好吃 但處理起來也是很麻煩 用熱水燙過它的皮 再拿夾子 把它的刺一根一根的拿掉 它的皮用來做涼拌 非常的有膠質 而且很Q彈 前面看到一條魚 應該是一條蜂了 這裡又發現一條蜂蜂 它在睡覺 這隻就都不會動 它這邊要稍微說一下 如果你下去了那個沙灘 那個場地呢 是像這樣子 有很多這種骨包的 這個有一球一球的 這種骨包的這種地形呢 它比較有點像蜂蜂 那下面的地形是比較硬的 它比木魚不好藏進去 那如果比木魚 喜歡的那種地方呢 它都是在沙底 有個發現有鰻魚耶 在摸摸板 看到嗎 在這邊呢 看到幾次這種尺寸的 在這邊呢 海洋钻到一只瑶鱼 好像终于看到一只可以带回家的 就在前面这里,他就趴在这里 这只就比较宽,肉看起来比较厚 他准备要躲下去了 在这里,这只抓到了 这也是不错 本来这边走了挺久了,走到手电盘都快没电了 抓到一只 我们去把电盘装起来 就回程路上看到一只好大的水母 小的但是很多啦,你看我再走那几步就看到一只小的 太大的就只有我抓到那只而已 半步回来,遇到一只够尺寸的 这个就大概20出头 那这个都太小了 但是当你如果说抓得比较有经验的话 像这个就继续放给他长大 就只要去抓他 但如果你是亲手的话 当然,这个你可以抓回家没问题的 因为我一开始我也会抓这个 但后来我就不抓他了 就让他长大一点点就抓 现在走到一个区域 就是在我之前有提到的 如果他沙滩上面都是一些碎背口 或者是沙子啊,比较粗的那种地方 像这个 像这种地方呢,不会有比目鱼的 因为这种沙子比较粗 背口比较粗的地方呢 他不好躲他 所以这种地方他不喜欢 如果你走到这种区域的话 你也可以看一下 但是就是 不用抱太大的期望 那还有,顺便说一下 现在那个潮水 这样一波一波的长过来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到 就是那个涌进来呢 它的力量很大 而且它膝带的水量也很大 它说不定一个涌浪过来呢 它会从你的小腿 但是那个涌浪的那个高度呢 整个水量会到你的肚子那么高 所以这也是很可怕的 如果一个大涌浪过来 有可能都可以把你推倒 那我们抓丙木鱼的过程 差不多就是这样 后面的画面呢 就是隔天 把鱼放在我们的养殖尺里面 干嘛呢 干嘛呢 还活着吗 还活着 我看到它还在有啊 太深了 昨天晚上抓的比目鱼 现在把它放到我们养鱼的兜里面 我现在把那个放进去我们的养鱼渔户里面 这个水啊 虽然表面看起来有点脏 是现在退潮了 然后在我们这个码头里面 它水只会因为下雨天的关系 会会有影响 所以现在都有点灼灼的 黄黄的 那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这是很清澈可以见底的 站过来 好了 好了 OK了 现在给它 放到我们的兜里面 昨天的草 这一条 都很健康的 哦这条很大 这条你抓的那个 黑的那个 因为很黑啊 肉很厚 是 这里面的鱼有很多 这个里面有 Snapper啊 然后King George啊 还有鱿鱼 还有鱿鱼 还有那个巴皮鱼 哦还有一条彩衣 之前放的 还有garfish 钓吃的时候在用钓的 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